主任 凌桀 叶主任来了 点名要找你 叶主任 复刻本还是马杰克 都不是 已经退休的那位老叶主任 咱们 去看看 手术吧 我们先去看看 孔主任 叶主任 老主任 那要不 咱们先去把中研手续办了 那你跟我来 孔主任 您先请 坐 爸 这是我的体检结果 好的 麻烦你看一下 我有帕金森 做过脑深部电磁技术 我 手抖得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 但是走路呢 还是不太行 既往体健 就是十几年以前呢 因为感冒 拖延成了心理膜炎 二肩半换过一次生物板 最近有点胸门和气短 您这个CT的检查报告 我看 您换的生物板已经钙化了 而且已经导致关闭补权 现在已经影响到主动脉板 主动脉板也关闭补权了 所以您来信外是为了这个 是啊 那您觉得需要手术吗 我认为还需要进一步地检查 但的确是需要手术的 因为您的情况比较特殊 您有帕金森之前又开过胸 您的手术方案需要非常地谨慎 您之前的犯人是谁给您换的 咱们心脏中心的老主人 那您这次来是想让我给您手术 没错 我听说唐主任你手术技术高超以外 我还有点好奇 您好奇什么 我就是好奇究竟是什么人 这么有魅力的 把我的儿子迷得 可以辞职跑到上海 叶主任 叶主任 如果您真的希望我给您手术的话 我希望 您能不能换个角度看我 可以 我换个什么角度呢 换着 看医生的角度 作品 好了 看医生的角度 在这就得了 sector 来 看医生的角度 你可以 你很好 主动外败 也导致关注不全 不过不用担心 我会开一些检查 再看一看 但估计是需要手术的 麻烦你了 没关系 那你们慢慢说 孔主任 业主任 检查报告我都看过了 如果选择开胸呢 确实是太危险了 主要是术后的恢复 太困难了 因为您的身体没有办法 下地走路 锻炼 长期卧床会导致您患有 坠机性肺炎 这些我都想到了 那唐主任 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我倒是建议您可以做胎 是一种介入的半中半 在您心尖上 开一个非常小的口子 用介入的方法 把二千半跟主动卖半 放进去 这样不需要开胸 而且术后恢复得快 也不会加重您之前 开刀造成的粘连 那已经盖化了个生物办了 不用取出来 所以才叫半中半 这是这几年刚有的一种新的技术 做过之后的病人 术后反应都非常好 不着急 你们可以好好想一想 再做决定 不用考虑了 就按照你说的方案来吧 我这个人呢 相信数据 是什么数据 我看了唐医生 莱安和近一年来的手术治愈率 非常高 除非去了人外的 朱卫宁或者孤英雄 不然 你就是我最好的选择 那二位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没有的话我就 这个 有 关于叶一鸣 要去上海的事情 你怎么看 老叶的意思是说 你跟一鸣经常地合作 这个 外科要是有一个好的麻醉医生 那就省事多了 在这方面 我们都深有体会 对吧 对 我想听听唐医生你的看法 我没有什么看法 错误答案 唐医生 你也不着急 想想再回答 叶主任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啊 我看一下 这个伴中伴的资料 毕竟明天要动手术了嘛 要做这个手术的人是我 您是病人 需要好好休息 小唐啊 之前 我说好有些地方不太礼貌 你别往心里去啊 其实 我想求你办一件事 叶主任 您别这么说 有什么话 您就直说 一鸣 他喜欢你 你也喜欢他 对吗 我跟他妈呢 都想求你劝劝他留下来 毕竟 一鸣是在安和长大的 这儿才是他的家 这儿才是他的家 我们该说的都说了 可怕现在唯一能够劝他留下来的人 是你 你看 能不能帮我们这个忙 叶主任 这个忙我帮不了 这个忙我帮不了 为什么 你不喜欢他吗 我喜欢他 但是我更了解他 就好像一年前 我选择 回国 来到安和医院 你 除了 当时感情 跟家庭的原因之外 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 刘峰承诺我 让我做心脏中心的主任 这对我的诱惑力真的非常大 从前我只是一个外科医生 做很多事情都有局限性 但是 做了心脏中心主任那一天开始 就不一样了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想法 完全打造一个 自己想要的科室的样子 还有一个大型的心脏中心 我相信 这个动力和这个诱惑力 只有我自己知道 现在叶一鸣面对的 跟我是一样的情况 我希望 他能够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希望他能去任何 他想去的地方 不受任何的牵绊 阻碍 所以真的很抱歉 这个忙 我帮不了你 我帮不了你 好 好 啊 啊